这金棍银棍兄弟啊 也是长春的江湖人 这小贤的找着孙金棍的电话 就给这孙金棍打过去了 说那个你是孙老板呢 孙金棍说对 哎你哪位啊 这小贤哥啊 说那个我是南国小贤 哎孙世贤 这孙金棍一听贤哥啊 贤哥你好 哎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贤说那我就直说了 我看上你那个宾馆了 你就说你多少钱对 贵点啊 没事 当时啊 这孙银棍也在这孙金棍旁边呢 这哥俩啊两眼一对 意思是啥呢 这小贤呢 要抢这个宾馆 怎么整呢 这孙金棍就说了 说贤哥呀 这宾馆呢 我不能对 为啥呢 现在这宾馆呢 盈利 我们哥俩呢 就靠这个吃饭 哎不能对 小贤说你这么的吧 电话里啊 咱们也说不明白 明天八点 就在你那个宾馆门口 咱们见一面 见面到啊 这孙金棍说行 那贤哥 明天八点 我等你 这小贤呢 是真要跟这个孙金棍 谈谈这个事 协商一下 所以呢 也没当回事 也没带多少人 就带这张海波开车 带个方振东 冯宝义 万宝申 就这五个人 一辆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 就来到了这个境遇 哎 但是啊 这个孙金棍兄弟俩 电话一跳 他俩就响啊 这个事 不简单呢 小贤的是南国一把大哥 他不再说 对咱们宾馆的 我看这意思啊 小贤就是要强举豪夺 这可咋整呢 孙金棍说咋整 小贤牛 咱哥们 那也不是白给的 说着就拿出了一把短把子 他不也怕这个吗 对不对 明天呢 你找十多个兄弟 找点敢下手的 整几把短把子 咱们就等他来 看他能咋的 这孙银棍说 哥呀 能行吗 那小贤势力老大了 不行啊 咱就对给他得了 孙金棍说 那不可能啊 我看明天小贤来 他能怎么的 这到了第二天的八点啊 小贤哥就来到了这宾馆楼下 拿出了大哥大 就给这孙老板打过去了 说那个孙老板呢 我是那个孙世贤 我到咱们宾馆楼下了 你下来吧 这孙金棍呢 和这孙银棍领了十来个兄弟 就下楼了 这小贤一瞅啊 对面十多个人 也没当回事 行啊 这十多个人 那不正常吗 对不对 小贤哥这场面 他也见多了 这小贤说 孙老板呢 我过来了 我是那个南关 孙世贤 我就看上你们这个宾馆了 你看这个事 给砸整 你就说多少钱 对就完了 这孙金棍呢 当时脸一沉 说那个南关小贤 我听说过你 长春一把大哥 你牛 但是我们兄弟 也不是白给的 宾馆呢 是我们哥俩的命根子 谁要是想动呢 就得先要了我的命 要不动不了 这小贤一听 小贤笑了 小贤心里想 这在长春 还没人敢主动挑衅我 你孙金棍也是手子 小贤说你们牛 啊 就不对 是不是啊 既然你们这么硬 那我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这宾馆呢 你对不对 早晚也是我的 而且呢 我还得归了你 让你在长春 待不了 你信不信 这小贤呢 刚说完 孙金棍从腰里 就掏出了一把短把子 一指小贤 说怎么呢 你小贤牛腹大了 你要抢呢 你怕不怕这个 别动啊 你要动一下 我就打死你 这孙银棍呢 也从腰里拿出了一把短把子 也指着小贤 说那个别动啊 这孙银棍啊 有点嘚瑟 说你别动 动我打死你 这小贤呢 来的时候是啥也没准备 一瞅对面拿着短把子 也有点懵 说那个兄弟啊 别冲动 咱们是来解决事的 你们呢 把这家伙事收一收 这个时候 这孙银棍的十来个兄弟就把这小贤这五个人就给围上了 每个人呢 都从这腰里怀里拿出了钢管搞瓣 小刺刺 这孙银棍一直问小贤 说小贤呢 你不挺牛吗 到我们静岳来装来了 给我打呢 兄弟们都给我打 打出事算我的 这十来个小生瓜蛋的 不管你是长春大哥 还是谁 哎 一个兄弟冲上来照着小贤这倒挖的 上去就是一口挖 另一个兄弟呢 拿着小刺刺 照着小贤的肩膀 就是一下子 这张海波一看呢 打他贤哥 那不行呢 当时就急了 奋不顾身的 就奔向了孙金棍冲过去 这孙金棍一丑啊 对面这人他妈挺虎啊 我这拿着短把子 他还敢上来呢 当时啊 也有点懵 对着这张海波的腿 砰就是一下子 张海波啊 当时就倒地下 这个时候呢 这帮人继续打小贤 这房振东一看 你打我贤哥 那不行啊 赶紧过去 就抱住了小贤 就把这小贤呢 护在了身下 小贤呢 长得比较瘦小 方振东呢 比较高大 就给这小贤 护在身下 接住了所有的 小刺刺 钢管 狗棒 哎 都砸在了方振东的身上 这边呢 这宝衣和宝身 也都被打倒了 身上啊 也都受了不少伤 让这钢管狗棒 砸的也是多处骨折 这五兄弟呢 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这时候这孙金贵 走到了小贤的跟前 说那个 在长存 无论是你小贤 还是谁也好 这宾馆呢 我对不了 说完就领着 兄弟就走了 这小贤忍着疼 拿出了大哥大 就给这刘家 和在家的兄弟们 打电话 给他们送到了医院 这林老板呢 听到信 赶紧开着虎头奔 就来到了医院 给他们交了五W的住院押金 每人一W 说那个小贤呢 你好好养伤 这事呢 是你帮林哥办事 你放心 就这个孙金棍 还有这孙银棍 他俩呀 我收拾他俩 不用你出手 哎 你就不用操心了 小贤说林哥 别的 等我那个伤好了 我亲自干他俩 这林老板说 兄弟啊 别说这话了 你们呢 就好好养伤 这个事交给我 说完这林老板呢 短事就走了 小贤哥养伤的时候呢 江湖上也是一场盛会 都来看这小贤哥 像这霍中贤 赵洪林 余永庆 讨树春呢 就包括梁绪东 都来看看小贤呢 说小贤哥住院了 过来看看 那是非常的有面 你等这林老板 是怎么收拾这孙金棍 和这孙银棍的呢 这林老板呢 往上面打个电话 上边呢 就往那长村总公司 打个电话 上面直接就把这孙金棍 和孙银棍哥俩 直接定位 长春蒙社会 给这长村总公司 施养 赶紧收拾他俩 这金棍银棍 打完小贤以后啊 也害怕了 说这个小贤呢 势力老大了 长春呢 咱们不能呆来 咱俩跑路吧 这哥俩呢 就跑到沈阳去了 到了沈阳呢 呆了不到一个月 就有点呆不住了 就把这电话 打给长春的一个朋友 说这个事啊 现在怎么样呢 小贤他们还抓不抓他了 叫这一个电话 长春总公司 直接就给他定位 去而就把他哥俩给抓回来了 这孙氏兄弟啊 被这林老板 利用强大的背景 就给整进去了 一个整没了 一个二十年 这大仇得报啊 手下的兄弟 说咱们得出去潇洒潇洒 小贤说咱们出去潇洒啥 咱们就在金海滩 开个台 咱们自己家玩 当时刚过完年 九六年 小贤呢 也就三十五岁 小贤手下有个兄弟 叫张爽 说那个咱们长春呢 现在有个千人夜总会 哎 那块火场地大热闹 贤哥啊 咱们不行上这玩去 那有意思 小贤说那行 那咱们就上这玩去 庆祝一下子 当时呢 这刘家打电话 给这千人订的台 这刘家呀 非常的高调 说那个我小贤兄弟 刘家啊 我大哥小贤呢 今天去你们千人玩去 对面这接待经理一听啊 说小贤 赶紧就通知这老板 这老板呢 江湖人称蓝姐 这蓝姐当时不在 就给这千人夜总会 当时看厂子的 阿亮 打个电话 说那个阿亮啊 你安排一下子 那小贤哥呢 是咱们长春的大哥 一分钱呢 咱们也不能要 全场都算咱们千人的 小贤哥来了 咱们把面子 一定要给足 我今天回不去了 你就好好安排吧 这个蓝姐一挂电话 阿亮啊 就赶紧做好准备 到了晚上八点多 这贤哥他们一行人 十来个 就来到了千人夜总会 当时这个阿亮呢 出进热情接待 说那个贤哥 你好 我是那个 咱们欠人的 阿亮 看厂子的 希望那个贤哥 今天玩的高兴 所有的消费呢 都算我们欠人的 哎 这老板特意交代的 贤哥里边请 就给这贤哥 领到了当时 最豪华的 一个VIP台 小贤说 今天来呢 我们是来玩的 是来消费的 哎 不能让你们欠人安排 贤哥不能让你们打上 说完呢 往桌上派了五千块钱 说那个好酒 哎 啥好玩的 都给我上 这五千块钱不够呢 一会儿你再找贤哥要 阿亮说贤哥 那不行啊 老板都交代了 今天一分钱 都不能收贤哥的 要不然呢 老板得责怪我 小贤说 兄弟 行 那我也不为难你 今天这个钱呢 你要不收就拉倒 但是这五千块钱 我送给你了 咱们初次见面 你要不收 就是不给贤哥面了 阿亮没办法 推次不过 阿亮心想 贤哥呀 真是个讲究人 真敞了 说那个贤哥呀 你要这么说 那这钱呢 我就收下来 你有什么需要 或者对哪不满意 你就跟阿亮说 阿亮呢 尽量给贤哥安排 阿亮拿起 坐上一瓶酒 说那个贤哥呀 我敬你 我干了 说那个贤哥 我先去忙 有事叫我 小贤就说一句话 说那个阿亮啊 我跟兄弟们喝点酒 哎 不希望太多人打扰 你有事呢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那这样子 那或者没办法 我先去的那种 我先去的那种